直架 旋子已经进入到大仓了 75也马上出现过来 被发现了 枪管露出来了 但SpiceMan一波补枪 要吃道具了 直接跳窗口被全摆 卡在墙角 躲一波视野现在听不到声音的 哇 命大 房顶上有人也听到了 这波旋子跟 对手一直在丢道具 外围一个侧身的枪线 考虞本来是想找机会的 但是不知道外面还有一个人的信息 这波队友低头 大残 六二可以操作了 队友已经爆了 打头了 六二开始跑位 寻找最后一个人 听到了脚步声 在左边 再看围枪外 而且 把那个耳朵给屏蔽掉了 听不到了 所以选择了这波跑位没有发现 还在听最后的脚步声 那这个仓还是要排点排的 房顶上现在对于这个 压力不大 哇 这一波 是没打掉多少血量啊 但是 有队友的枪线的 我有兄弟 你呢 啾啾懵了 啾啾的兄弟在哪里 一换一 但是鲁鲁这个位置 原点有人可能会修他 没问题啊 起烟之后赶紧先扶一手队友 而且WCG一直在往这边去赶 得要有人去看侧身枪线了 这个就是顺位的问题 WCG刚才来不了啊 他没法往里挤 他只能在北边 呃 鸦皮在那边出枪 前点的567直接被放倒 还要被捕 捕枪的队友终于上来了 想去捕人 第一时间没有回到掩体后 再换弹的这个timing点 被对方给抓到了 嗯 然后扣的外围绕了一圈 把悬子给淘汰了 那这样鸦皮倒地这个点 队友需要过来啊 是 那这样漏声音的 其实只有祭祀跟SPACE 是的 他已经换上了喷子啊 686 WCG和TMA那边在互换 对 TMA的位置是吃道具的 但WCG并没有丢到 是的 攻这种红砖房啊 包括说海警方都是一样的 他的投资物你只要够多 听起来太简单了 嗯 其实不太好攻 就是现在这种情况 因为第一波道具没有效果了 对对对 然后第二波 你再想去攻的话 对方都是夹角枪线 有点难搞 WCG 利靠反坡的优势 把TMA给团灭了 是 难度非常高 是的 双方在这一波的 攻楼和防楼的过程当中 投资物基本上用光了 这种伤害性投资物 全都靠枪法了 是 HQ就是这样 我反正在房子当中呢 我不会主动往外面去打 但是我会用各种 这种烟拖你的节奏和时间 对的 我就利用我这种房子里边的一个枪线 打一个协同性 是的 现在就是靠选手的第一反应 嗯 头皮位 对这个房型的理解究竟有多少 还有道具 再持续地进攻 二楼立刻空暴 马先锋是在小哥间里面 没有受到伤害 穿一波烟 现在两队其实都很急 在外围待了很长时间 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 这个二楼的阳台其实是待不了的 看看这一波HQ会不会冲 G4想要寻找一波机会跟队友对枪 但明明不给 给了个闪 要冲了 对手已经把人扶起来了 再上楼 又听到一个篮环的声音 是什么 闪光弹 这个红脏还在圈 对 还能打 打他十分钟 觉得现在急的是HQ HQ的分数不太乐观 New Happy怎么打都行 马先锋抓了一波机会 把明明给放倒了 G4想冲没冲成 互换了一个 要给一颗折脚闪 然后用盆子探一探吗 再来 全部都漏了 Ruler可以跟队友完成一波配合的 外围包一下 是的 周品妍把Ruler直接洗头了 我就看了一眼人就没了 怎么对吗 通过一个门缝 把对面给打掉了 但是这个二楼的楼梯口 依旧是不好上的呀 New Happy 外围的操作空间稍微大一点 里面的话 由于一二楼这个枪线 影响太大了 是的 New Happy想找机会 New Happy很主动 还有闪吗 喷了一个 后面的队友呢 周品妍上楼了 这颗闪都闪到了 闪到了 但现在New Happy倒两 HQ也倒两个 都在楼上 机子倒了 最后一个马先锋 明明直接上楼去打 马先锋单挑 打赢了 New Happy 可以 这个红仓轻起来 这么效率 这么快 当然前面打了很久 就是说战斗一触即反 对 没有很拖你带水 这个还是因为自己的拉枪 和这个反应速度比较快 对的 防新理解非常透彻 哇 好准的雷 这个急火雷 直接把对手炸倒一个 另外一个大惨 远点还有人在修 是6-1 6-1在马路对面架枪 一旦到位之后的话呢 就有机会三个角度去压了 对的 完全的包围了厕所 阿尔茨出来想要找机会直接被洗头 只能肯定跟后一个 补枪的队友瞬间上来 给队友封喝烟 是 就 DDT想要把北部完全清干净 但是自己的背后 RBS出现了 烟还没起来 没封烟吗 第一时间 慢了 疯了疯了 疯了但是第一时间没起来 对的 来了 这边6-1直接要撞飞一个 给队友报仇 有的时候 这个情绪上来了 理智就几乎不存在了 对 因为他的第一线 DDT已经盯上他了 有靶子 大锅点 吃了一场头 回去再加个油 给自己加个油 心里加个油 没车吗 已经逐渐的 枪线压缩到一起了 这样的话会受到DTT的压制 完盆 出枪速就直接被撂倒 现在17那边的位置很尴尬 就小5D那个点位 是拉不到上面 给GFY压力的 因为他往上走的话 Nu Happy就要背刺他 倒了倒了倒了 倒了两个了 5DD还被补了 这波铁冲的 这波铁冲的 但远点一直在修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冲 GFY扣把扣的真开心 就只能应对 现在真尴尬 DTT在上面一会儿露个头 一会儿露个头 搞得Pero现在很难受 同时六阶段 全球给到了北边 对 虚人拉出来补了DTT一个 是 他DTT这边的话是三个一的分彩 对 对 这局被 把战场留给别人 先进圈再说 Nu Happy 往前面去打 这样给机会了 焦阳测翼直接被放倒 Nu Happy那边也被淘汰出局 就这个洗车房 欲顶住 队友又给一枪头 一个折脚伞 脱一下节奏 可以扶一手队友 那还好 还好 OK的 手下来了 是的 东北部是 地形当中 中间的独狼能生存的希望太渺小了 对的 Pero虽然被DTT折磨了一波 但是Pero依旧是满边 是 6-1也倒了 这可能 DTT感觉每一个圈都在吊人 是 一个圈吊一个 一个 因为他在上一个阶段清理RBS的时候 就是因为 这种细节都要一点一点去优 但是现在很明显的就是 更加的主动了一些 对 不过 就目前来看的话呢 北边的ACG就相对来说舒服一些 他的右侧DTT只有一个人了 对的 但是 是步枪打倒人 天路可 不会让你过得那么轻松了 天路是一个 擅长抓机会趁你病要你命的队伍 是 这样把队伍扛回来 这种小侧身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选手 都会有这样的机会给到对手 Ninja也倒了 忍不住了 直接找了一波台面拉上来 但这个位置吃了 自己开始打闪 疯狂掩护 拉底破进攻 天地里克雷一雷双响 顶得太前了 DTT在自己吃道具之前 想Pero丢出了致命道具 是 不过也是Pero打了很久 可能就没了 没有雷火什么的 AZA没延梯啊 这位置 就剩一个小反坡了 反而ACG的优势还是有 但是唯一满边是天 利用其他场上其他队伍的一个夹脚枪线 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ACG趁着这个机会还在抽把 抽倒了DTT的人 也被DTT打掉了 其他队伍的一个夹脚枪线 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江阳也利用载具 在掩体之后先抽到一个 这是天地地那边的一个出枪 多支枪线上面的一个夹脚 被夹击了 天天的一波出手匆匆倒了 这个位置需要再补一颗 也让匆匆爬一下 是的 但是这厕所跟坑都不带圈了 不是 但是他这边能拖一拖 看看DTT怎么选择 DTT先被打掉了 他将ACG在独狼的战役之中获胜了 直接打DTT在南边单挂的一人 这个过程中 DTT的枪太猛了 连打两个玉玉也被打掉 马卡巴卡的一波出枪 变成了一打二打一 难道说独狼要逆袭 DTT他现在在圈靠近中心点的位置 他不动就可以了 蛇皮走位要泼水了 这波差点就成功了 是的 一打二 一打二 看看焦阳个人的发挥 呃 直接被炸成一个大弹 没了 恭喜DTT 这个局打得真的漂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